大家好,我是文瑞,这两天看到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中国国内的媒体今日头条在7月16号发的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叫房地产负债十强,真是负的流油 他负的流油的负不是财富的负,是负债的负,也是一种讽刺的语气 就是你们的负债简直太多了 然后这个10个企业它做了一个表,然后做了一个排名 这10个企业都是谁,然后你们负债能有多少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表,我简单给大家念一下 大家看看都有谁,他们负债都有多少 第一名,恒大地产,负债是1.93万亿元 第二名是碧桂园,1.73万亿元 然后第三是万科地产,负债是1.54万亿元 然后第四名是绿地地产,负债是1.23万亿元 而下面我就简单讲了 保利地产和融创地产负债都在将近1万亿,9000多亿 然后华人地产和龙湖地产都在6000亿左右 然后是招商舍口和中海地产都在4000亿左右 就是这样一个规模 然后我把这10个房地产公司他们整体的负债还给加了一下 就按照他提供的数据 最后得到的总体债务是103402亿元 超过10万亿 超过10万亿是个什么规模 中国在去年的GDP也就是在100万亿左右 也就是说这10个房地产公司 他们的债务总额已经占到了中国GDP的10% 那么中国去年的整体的财政收入 中央包括地方加息也就是20万亿 那么地方也就是10万亿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这10个房地产公司 他们的债务就相当于去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了 就这么大规模 但是这10万亿 大家相信这个数字是真的吗 反正我是不相信这个数字是真的 也就是中国很多对一些负面的一些数据 它能报道出来 这里面就有很多水分了 你说恒大的债务到底有多少 这个可能谁也不能最终算清楚 但我觉得绝不值2万亿 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你要说3万亿我也信 你甚至说4万亿5万亿 我也信 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吧 就是说这些官员也好 还包括一些企业人士吧 这些人他们胆子是非常大的 做事很多时候是没有底线的 他们这到底能折到到什么程度 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想象得到的 所以这个债务到底有多少 这是他们能报道出来的数字 已经大家觉得很惊人了 那么实际的这个 就是说真正的债务是多少 大家可以去想想 而且他这里面报道出来的这个数据 还是就是说10个房地产企业的这个数据 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企业 可以说大大小小多如牛毛 整个这些房地产企业 基本状况差不多吧 可能个别会有一些经营状况还可以的 但整体上全部都是负债 所有的这些房地产企业的负债 加在一起会有多少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而且目前整个中国的楼市 已经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非常非常清楚了 只能是不断的往下走 没有人买房子了 那你说这些债务怎么还 根本还不了 而且他这里面还 他这个报道里面还 就是给做了一个计算 他是怎么计算 就是说 你比如说他以恒大为例 恒大 他在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是200多亿 然后他说净利润 是他按照销售额的10%来算 就是20多亿 200多亿乘以10% 20多亿 其实他这种算法 我觉得很不科学 因为你的企业利润率 想要达到10%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以前我在一个就是说芯片企业讲课 然后当时因为跟他们芯片企业高层就比较熟 我就问了一下 就是他们企业的利润率 因为他们当时芯片卖的特别好 芯片的副价值也特别高 他们最终的利润率也就是10%左右 你说一个房地产企业 恒大 在目前中国的房市的情况下 说利润能够达到10% 咱们就暂且这么算吧 就是说他半年的利润是20万 那么全年利润是40亿 全年利润是40亿 那么他这些钱付的债 按照这个利润来算 他得还多少年了 这个报道还真算了 他算错了应该 他算成4000多年 我当时看到我也挺吃惊 说这个债要还4000多年 他其实我仔细算来 应该是还400多年 将近500年 这个债务才能还清 这是恒大的情况 其他的企业的这个情况 也不是说特别好吧 这就是中国目前 房地产的一个状况 你说这个债务 按照还比较乐观的 这种利润率来算的话 还得还将近500年的时间 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出现的 这种非常荒唐的这种局面 这就是中国房地产 已经没有办法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大家想一想 以后谁还会买房子 什么样的人还会买房子 几乎不可能了 那么刚才我提到的债务 只是说房地产 这一类企业的债务 大家不要忘了 在中国社会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企业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央企和国企 包括大大小小的 很多这些企业 很多都是欠着债的 也可以说这些欠债的企业 也是多如牛毛 那么整个中国的债务规模 不要说地方政府的债务 包括居民债务 就是说企业债务这一块 到底有多少 那简直太多了 很多时候这些债务 到底已经可能多到了这种 大家都没有办法计算 你计算不出来的成 大家可能都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到底有多少债务 然后每年这个债务 还要有利息的这种上涨等等 这个就是中国目前的整体的情况 那么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 咱不能说太绝对吧 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赚钱的能力了 老百姓很多人没有能力赚钱了 或者说没有机会和那样的环境 你有能力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环境赚钱了 甚至很多人最严重 他已经丧失了想要去挣钱的那种信心了 那种勇气已经没有了 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希望了 然后企业也是如此 怎么赚钱呢 地方政府就增加财重收入 他们也没有那样的愿望去做了 大家全都等套要 就等着北京 等着中央 你想办法吧 就像这个儿子是在外面折腾半天 钱没赚回来 然后欠了一大堆债 回到家 爸妈你看想办法吧 基本上整个中国社会 就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老百姓生活就是更加的悲惨 我总这么说吧 有些人总是不信 他说你看我们周围还行 对不对 其实很多老百姓 他那种苦衷 只是隐藏在他自己的心里面 他心里面在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 前两天 就是前段时间 看有中国国内的一个自媒体 他做一个视频 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说什么 他说 现在的中国社会 就是说你出去以后 哪怕是别人碰到了你 你也得给别人说声对不起 然后也得就是 说对不起 什么行李 本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你乍一听 好像说 是不是他想在 就是教育大家要有文明素养 对吧 你在韩国 在日本 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 你碰到了别人 对方向你说对不起 但是你仔细看他的视频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现在中国社会老百姓 生活太不容易了 很多人心里面特别特别痛苦 然后大家 可能都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力气 就是你 哪怕是对方碰到了你 你要赶快说对不起 赶快就是 跟他说好听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惹他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在说一些难听的话 那么这个后果不开设想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吧 我觉得这话吧 说的其实也是挺有道理的 就是我一直在做这些视频吧 就是我谈到中国这个钱的问题 很多这个经济情况 真的是难到一定程度了 很多人他真的是出于一种绝望的边缘 或者是已经进入绝望当中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中国社会 但是很多人他总不信嘛 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在自己的那个环境当中 在自己的那个舒适区里面待着 他看不到其他的人 但是我看到的是整个的这个全局 当然是有一批舒适的群体 可能会有一些舒适的群体 比如说 昨天我讲的养老金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可能已经退休了 或者将要退休的这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的这批人 他们可能以前在政府机关工作 或者在一些国企工作 现在退休以后 退休工资少则四五千 多则一万两万 他们可能是每个月定点就发工资 然后可能住房也解决了 然后每天他们就很高兴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视频 在一起 这个聚会 歌唱毛主席 歌唱共产党 歌唱什么社会主义新生活 你看我们这多好 我们得来的这一些 还要感谢共产党 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 他们就是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那些教育 然后现在他们感觉 我自己生活还可以 他们在这个舒适区里面 就很高兴 其实在中国这个社会 财产不能保护的情况之下 你的财产流失 可能是很快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在下半年 要观察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从房地产的债务 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债务 那么谁在中国那个环境之下 可能你的那种幸福感 也长久不了 这就是我的判断吧 行 今天就这集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